泉州花灯与元宵节相伴而生 它起源于唐朝延续至今 每年元宵节 家家户户门口店前 都挂着精心制作的花灯 夜幕降临后 万灯点亮 街巷成了灯盒 泉州花灯就其制作工艺 可归为三大类 一类叫彩扎灯 这种灯的制作原料是竹面 纸或者绸布 花边 撕碎等 花灯艺人用纸碾 把披好的竹面 按照自己的构思绑成灯的骨架 然后用裁剪好的纸 或者绸布绷紧 粘贴在骨架上 贴好装饰的花边 图案 描绘上山水 人物 花鸟 安装撕碎 变成了彩扎花灯 另一类叫 刻纸灯 刻纸灯的原材料 主要是纸板或粘胶 主要工具是刻刀 磨石等 制作者 首先将构思好的灯形 分解成对称的几何平面图形 然后用刻刀进行镂空雕刻 刻纸花灯对雕刻刀工极为讲究 刀的运用很有技巧 毫厚厚像 无功的 靠为 structured 五谷灯 这种灯的主要原料是制图纸 主要工具是钢针 电板等 花灯一人 首先把灯体分解成几个平面的块面图形 画在制图纸上 描绘上选择好的各种图案花纹 然后将纸板放置在电板上 用不同型号的钢针 把这些图案扎成密密麻麻的针孔 最后将纸板涂上颜色 拼接粘合成灯 一旦灯亮 光源就从这无数针孔里透出 显示出绚丽的图案 光彩照人 玲珑剔透 现今 泉州花灯 不仅仅是烘托节日气氛 美化城市景观的一大亮点 更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服务对外文化交流的艺术载体